这天Lisa姐 汪明泉和林夏威 陈展鹏 吴若曦 戴祖怡 谭佳怡等一起录影游戏节目娱乐大家十点半 威威之前已经上节目玩过一次 应该可以过两招给第一次来做客的展鹏 因为我之前有上过一次嘛 这次是第二次 那我本身以前也有跟朋友私底下有玩过这个游戏 我觉得很好玩 就多人一起玩 那考考大家的分析能力啊 之前那个表现已经成为就是素材了 素材不会吧 我玩得好烂啊 没有 我觉得非常好 有时候不一定是好 是好 你知道吗 你玩得很烂 我就学到你是很烂的 然后就不会好像你这样子嘛 我是这个 不要像他这样 对对对 我真的觉得就是对演员的演技是一种考验 你拿到牌 很难的 就算你知道那个是狼人 你是杀手 你不可以表现的 你很兴奋 一般你拿到有功能的牌了 正常人都会很兴奋 那个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 我觉得这个是对那个情绪的控制 是一种挺好的锻炼 咱们怎么看啊 哇 听他说完我有点紧张 有什么话要紧张 就是要装了吧 展鹏早前因为长时间在外拍剧 所以令女儿小朱比对她有点生疏 不过最近因为疫情关系 多了时间留在家 父女感情增进不少 早前他们两夫妻还帮女儿庆祝一岁生日 菲比买了很多气球嘛 气球回来全部都要喷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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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啊 很多个 很多个气球就喷 所有东西要喷 因为怕皮皮会碰到嘛 还有就是我们就今年跟她过的时候在家里面了 都没有在外面了 但是最兴奋的应该是我们了 为什么呢 对 因为她终于有派对可以开 她有派对 就是有时候派对就是假如有个忌口嘛 我们就都吃了 她就继续喝奶 她就喝奶 她就不能吃嘛 吃了一点点蛋糕嘛 但是太太很好 就是说她今年一岁嘛 不能出去嘛 也没有朋友来嘛 但是不能够给她空白的 所以也有交骗或者什么样 美好的回忆 回忆给她 周易也刚刚过完了25岁生日 不过今年她的生日就没有特别庆祝了 今年的生日都是自己跟家人一起度过 往年十几年呢 都是跟大班朋友一起度过的 小时候没有庆祝 都有啊 所以就十几年了 不过今年呢 虽然只有三个人跟我一起庆祝 不过都很温馨了 以往就起码有弟弟在 不过弟弟在加拿大念书 我都非常担心她其实现在情况 不过她说她那边就还好 还是很安全的 因为疫情影响 很多艺人都减少工作 不过嘉怡的心态就很正面了 我自己也把自己呢 关在我的studio里面呢 就做一些音乐呢 就好想把这个空闲的时间呢 可以做一些cover啊 就放唱一些歌曲 大家很关心你的感情状况啊 会不就是最近这个疫情的关系 就可能比较少去进一步了解 其他的男生呢 其实为什么会关心我的感情状况 因为一直都没有感情出现 所以就担心啊 你如果一直都有的话 大家不用担心啊 对对对 那我也又开始担心啊 反正就是这段时间还是留在家里面 对对 都没有可以去见一些人了 我有一个好奇 因为现在私讯很发达 你可以打漏一些APP去认识啊 很方便的 很危险啊 对对对 请期待参加那些APP看到你 一直 哎哎哎 明星啊明星啊 明星啊明星啊明星啊明星